Flight Club中文站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一新 我其实用了很多很多不计其数的Converse球鞋 第一次穿上它应该是2008年的时候 2008年年末吧 其实Chic Taylor这个整体的球鞋的设计我都非常喜欢 包括在一开始因为由于经费有限 所以可能买的是比较基本的款式 那我觉得里面比较经典的款式的颜色应该就是黑白 或者是白红边的这样的比较基本的款式 因为Converse的所有的球鞋 它都有具备一个非常厉害的特质 就是百搭 可以跟各种各样不同形式不同状况的 你的穿衣风格来进行搭配和选择 而且那个时候刚刚穿上高帮球鞋的时候 我还喜欢把高帮球鞋的那个边给它折起来 因为Converse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跟态度的品牌 有的球鞋在球鞋的内壁 它也会有不一样的壁画或者是内置的这个空间 所以有的球鞋它是可以翻下来穿的 所以其实每一款Converse球鞋在设计完以后 或者是初次亮相我都会去追去看 最近我经常穿的就是我自己设计的这款 首先因为Converse每一个跟设计师合作的联名款 都会有传递这个设计师的灵魂跟他的故事 所以我在想我有什么故事可以跟Converse的鞋款进行结合 然后我有什么概念可以把它放入到球鞋的设计过程中 所以就一直在就是开始从头在捋我跟匡威的缘分 对从结缘的时候开始然后到现在 在那个我一开始一直去的那个店 他可能已经也不在那边开了 那个时候我也经常会在会到那个范围去转转 去想想那个时候我回到那条街上 我会想说哦那个时候我还是在这里进进到我的第一家 Converse的店然后成为一名真正的Converse球鞋的粉丝 然后到现在我能够跟他们做这种联名款 那我的故事有什么是Converse的这种精神 跟我的故事可以有契合的地方 然后去去构思去想象 然后去跟我的所有的Converse的同仁们 我的伙伴们一起来聊我的这些故事的时候 其实也从他们给我的一些建议里面吸取到很多这个鞋子的设计灵感跟设计方向 首先对我来说这个Converse的联名鞋 如果没有我们Converse的小伙伴们跟同仁们的帮助的话 我觉得这双鞋是不会诞生的 所以首先要感谢他们 对我来说这个设计我也真的是一丝不苟 只要我有时间我就一定是跟他们在沟通 包括在鞋子的细节材质选择 包括我在作为一个10年的Converse的铁粉的这样的 我消费者来说 我会觉得说我在穿Converse的时候会遇到哪些问题 我觉得如果我这双鞋像我希望避免哪些 比方说在入脚的过程中间我会感受到的一些不方便或者是不舒服的地方 我也会跟他们去沟通 然后希望把这个鞋子做到完美无缺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每个人都每个作曲人编曲人或制作人 他都会在脑子里会有一千一万个旋律一千条轨道 但这些轨道到底好不好 只能做出来看看听听才能知道 所以其实最终我觉得就好像所有的万物都要归于归于本质 你的本质是什么 你要用音乐打动别人的 你的音乐就一定要足够好 所以我觉得做出来看看就是我非常喜欢跟Respect的slogan 谢谢 来吧